前两天我说了上海有好几条地铁的快线 将会纳入到下一轮的规划当中 所以大家都对这个话题比较关心 而最近网上又传了另外一个上海的规划研究 因为研究员追踪了松江的规划 尤其是松江东北部地区 也就是九亭和九里亭地区 这一片的规划其实长期以来都是反反复复 定位也不是很精准 但是最近这一代的执政掌权的人 都已经表达出想要向科创方向转移的思想 而松江东北部地区目前商住商办太多了 科研这一块教育科研是比较偏低的 所以就这么一个研究报告当中 又透露出了这个关于松江快线 希望加大松江快线实施力度的这个想法 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松江快线 能够带动整个松江东北部地区的转型发展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